好人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現在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有人看過上一支影片 就知道這一支我要補充 我們上一集沒講到的東西 除了這個轉盤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有折扣商店 折扣商店活動已經進入倒數了 等個月比較晚拍的就比較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那沒關係 還沒有經歷過這個部分的玩家一樣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新寶物取向琵琶 沒意外他應該是新的 我沒看過舊寶物的復刻放在折扣商店的 所以沒意外他應該是新的 儲值6000之後可以開啟 每片碎片600 那我們之前算過要完成突破一件裝備的話要多少 40 80 120 200 40 80 120 200 還有多少 有點久沒用 我記得好像有一件紙裝我們參考一下好了 200是到 不是吧 沒那麼少 應該是80 120 80 120 160 200 200 應該是這個組合才對 吧 應該是這樣沒錯 反正是要大概將近600多片碎片 找到了在壘廚啊 我們的王昭君出現在壘廚裡面喔 我完全忘記還有壘廚這個東東 OKOKOK 我們剛才上一集搞了一個大烏龍 王昭君出現在壘廚當中 哎呀我這次太久沒玩了傻掉傻掉了 完全忘記還有壘廚這東東 這樣我突然想除個1000拿個王昭君來玩 那他是傳說角色如果不繼續往下克的話基本上沒辦法升星 會卡的很痛苦 好 咱們這不是重點 回來這裡 那我先把他當做600片好了 600片的話就是要 36,000 等下不對 36 1234個十百千萬十萬 他是每10片嘛 36,000可以買好這個取向琵琶的 完整法寶 他是什麼呢 武力加2魅力統帥各加2 統帥加2開場時 有88機率發動特殊戰技 十面埋伏 對敵方全軍造成500%戰技傷害 武力加2 對戰玩家外的所有NPC 禁止敵方英雄發動余威遺技跟同歸 就是防止你在刷城防的時候被炸這樣子 對戰除玩家外所有NPC時 我方所造成的 所有傷害加50%並且無視25%防禦 好 講白了 這一件裝備 除了他四維加的還不錯之外 因為畢竟總四維數加了將近10點 那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他就很單純的是一件 城防裝 跟當初的生死服一樣 就在刷城防的時候用的 那主要就是防止你在刷城防的時候 被那些城防 或說被NPC隊伍 用余威遺技同歸炸到沒血 然後再被敵方收掉 而且還有增傷跟無視防禦 等於在刷城防的時候會更加的輕鬆愉快 但這件裝備對於大課長來說基本上用處不大 大課長其實也不在怕那個 銅龜 移技啊 漁威啊 或者說打NPC不夠力的問題 頂多用在刷襄揚戰的時候打車車 應該算有點用處的 那其他時候我自己覺得這一件裝備的用處偏低 主要到藍色效果就很不錯了 所以如果把他拿來放第六件裝備的話呢 我覺得效果還是很OK的 但紫色跟金色裝備主要用處就是用在於NPC對戰上 我覺得整體效果來說是 偏差的 就沒有到那麼的實用這樣子 那適合誰呢 我覺得基本上啦 他主要是加武魅筒 等於說拳材或武將英雄 走武力 搭配魅力或武力搭配統帥的 其實都可以 那智力英雄呢 要用也OK 但我覺得 四維加成上就沒有那麼的貼切 如果你是為了刷城防 那我覺得裝上去也OK 反正一樣都是拉高四維 都很好用 好那是我們今天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取向琵琶這個部分 3600 換這個裝備 你問我值不值 我覺得 課長當然沒關係 但微課小課的話呢 他的效果覺得略微的比較 沒有那麼的泛用性那麼高 所以我自己會推薦稍微低一點點 但他還是一件蠻不錯的 裝備這樣子 畢竟在刷NPC上 他還是有一定的加成在 雖然我是不知道多少人 會需要在NPC的對戰上 拿到這個加成這樣子 好 有任何關於取向琵琶的問題或討論 我們留言區下方可以慢慢聊 這次冷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件六盒 第一次折扣商店推出的 取向琵琶裝備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 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藥遊戲 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